今天这个信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一个困难的时候 在世界困难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是说到用圣经的五点 用圣经的五点去证明大灾难之后被提 基督徒是大灾难之后被提 不是灾难前又不是灾难中 灾前和灾中被提是违反圣经的 我不是因为他们和我不同意 而是真的圣经不是这样说 我讲一点点的历史 我自己本身 我是初信主的时候 因为有一位宣教师来到香港 他带了一个英文的茶经班 我当时参加 参加的时候他就说到灾前被提 当时我听到是很兴奋的 他说到末后有什么发生 我就很信 当时是信了 但是后来我去到外国的 宣奴会的圣经大学读书的时候 我们有一次的聚会 学生的聚会是什么呢 就是说到末日的 而当时有一个很惊讶的发言 就是有一位教新约的老师 他就站起来 他说其实圣经是不支持灾前被提的 我研究圣经我用希腊文研究 我找不到支持灾前被提的证据 我当时听到是非常惊讶的 我就用了很长时间去研究 我研究之后发觉是非常肯定 是绝对肯定 希望能够大家反思 我不是去控诉任何人 只是大家去反思 就在启示录 受律章八节说到 日头能用火敲人 这个就是在末期的时候发生的事 其实现在已经有热死人 但是圣经说到 最后的时候热死人的送货 应该会很多 而我们发觉 这十年的天气改变是非常大 所以我们是很近末期的 新闻也说到 在不同地方都可能发生战争 现在其实也是战争正在发生 为什么可能是世界末日呢 因为很多国家都有核武 而且有些国家都很炫耀他们的核武 随时想用的 一用的时候 那个后果是全世界都受很大影响 也可以应验圣经里有说到 有烧着的大声落在水里 的水里变为有毒 还有有烧着的大山落下来 那这些是不是就是核弹 好像有声一样 好像 这个肯定我们不知道 不过看先兆 这个世界不是很长时间 就是说圣经所说的末期的大灾难 是可以 不是很久的时候就发生的 看天气来说 可能十年至四十年之间 天气已经热到顶不住了 可能是末期来的 这只是个个人推测 首先第一点 就说到用圣经来证明灾后被提 首先在启示录22章18节里有说到 就是如果人在这个预言上 加添十摩神 就将这个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如果生去十摩神也都从这个书上所写的生命书 和圣城山去他的份 这要告诉我 就是说加多一些人的意念 或者减少一些神的意念 都是神可以重重懲罚的 所以我们应该单单是从圣经去找答案 不是从人或者是传统来得答案 因为我曾经和一些人讨论 我发觉他看完所有证据 他回答不了 但他也不会改变 这个真的是在乎每一个人 他的心体重圣经有多少 是否根据圣经呢 而我有五点 这是第一点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和主聚集 是在主降临废尿敌基督的时候 在大灾难之后 保罗说到他和众圣徒会聚集 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在大灾难之后 这就在贴受后书二章一节 我们一起读 弟兄们 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他那里罪责 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 有无我名的书信说着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而动心 也不要经方 人不拘用什么法子 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 因为那日子以前 必有离道反教的事 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伦之子 显露出来 祂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或一切受人敬拜的 甚至坐在神的殿女自称是神 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 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 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 那难阻他的事什么 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 因为那不法的隐意已发动 只是现在有一个难阻的 等到那难阻的被除去 那时这不法的人必 就会显露出来 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首先在这里有两次出现这个字 就是Parousia Parousia在第一节降临 这个一降临 就是Parousia这个字 接着第八节降临 亦都是Parousia 这里我写了原文篇号3952 如果大家知道英文 你查Greek G-R-E-E-E-K 就是希腊文 3952 就会找到这个字 这个字 说到耶稣的时候 是说到耶稣回来的 即每一处经文 说到耶稣都是说到耶稣回来的 这里保罗说两件事 我们首先了解这段经文说什么 论到什么呢 主耶稣降临 耶稣回来 以及我们去祂聚集 这两件事 保罗现在讨论这件事 耶稣回来 我们聚集在那里 很明显的次序 祂回来 我们聚集在那里 没有理由说 我们聚集在那里 由耶稣回来 即我们聚集到耶稣 很明显就是 耶稣回来了 我们聚集在那里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次序 耶稣回来 我们聚集 我就劝你们 无论有灵 有邪灵 有无称是圣灵 什么灵都好 有言语 有无保罗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已经到了 主的日子是什么呢 因为上文说 耶稣降临 降临 就是耶稣回来的日子 所以这个主的日子 很明显指到 上面说这件事 因为它是轮道 它是讨论 讨论关于耶稣回来 以及我们去那里聚集 它讨论这件事 自然主的日子就是 耶稣降临 耶稣回来的日子 而这个 帕鲁诗 接着第八节 有说到帕鲁诗 耶稣回来 有什么发生的 所以从这里 我们知道整段经文 都是说到 帕鲁诗 耶稣回来的 所以这个主的日子 就是说到 耶稣回来 有些人说 主的日子到你了 有些人说 耶稣回来了 好像现在 东方闪电也是这样说的 全能神教会都是说 耶稣回来了 那就是那个女基督 不过我看到那些人 她曾经有人跟我沟通 我说 那个女基督 有没有影片 有没有录音 因为如果耶稣回来 她一定会公开广告的 但她只是用一本书 说她说什么 没有理由 基督自己不出现 只是一本书 她去哪里 其实真的有这个女人的人物 不过出现下 也不知道她去哪里 现在可能已经变了 年纪大了 完全没有现身 所以很明显这个 不是基督 所以有人说 主的日子来了 已经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不要害怕 因为人无论用什么犯法 你不用让她说 因为那日子 讲到上文 即是主的日子 即是帕鲁诗尔 那日子之前 有离道反教士 即是有很多人 离开真道 反对基督教 耶稣也有说过 哪有许多人跌倒 并且要给予此陷害 予此恨户 这个在马太福音24章 讲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人跌倒 即是他本来信耶稣 他跌倒 又给予此陷害 予此恨户 他会恨户 陷害 即是他已经不是信耶稣 他离开真道 反对基督教 反对圣经 首先有这个离道反教士 接着有这个大罪人 就是一个沉沦之子 显露出来 而夏文说到他是自称为神的 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 超过一切称为神的 以及一切受人敬拜 甚至在座神的 殿女自称是神 超过一切受人敬拜 这个世上有不同的人 被人敬拜 不过 没有一个人 像他那样被人敬拜 我们就说 应该敬拜的是神 是应该 不过事实上 很多人不是敬拜真神的 很多人是敬拜偶像 敬拜有些人自称为神 所以这个人不同的地方 就是很多人真的当他是神的 他又自称为神 去拜他 即是有这个人出现了 即是有离道反教 还有有敌基督 这个通常人称为敌基督 因为耶稣亲自用 他降临的荣光 亲自处理他 亲自废掉他 然后保罗就说 我在你们当时 曾经将这些事告诉你 你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都知道 那难阻他的事是什么 是叫他到这个时候才可以显露 那这个难阻是什么呢 有些人说 这个难阻就是被提 但有经文不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上文说 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 和我们去那里聚集 就是耶稣降临 我们聚集 所以这件事是一起的 而下文就说到 什么时候我们和他聚集呢 就是先耶稣降临 然后我们聚集 和他一起聚集 而下文第八节就说到 主耶稣亲自用口中的气 灭着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所以这个人物 是耶稣亲自来会 处理他 会废掉他 而那时候我们就和他聚集 就是说我们和他聚集 是等到应验的时候 就是主耶稣用荣光废掉他的时候 不是在之前 之前说到这个烂躁 就是在大灾难之前 有一个烂躁他的 然后这个烂躁的势力 拿走 然后敌基督就出现了 所以这个烂躁的势力 就不是基督徒被提 有些人就说基督徒被提 所以就烂躁 但是如果根据经文 首先是主耶稣降临 然后我们和他聚集 所以说到烂躁就是灾难前的 由第七节说到 这个不法的隐移已经发动了 只是有了一个烂躁 让这个烂躁被除去 那时这个不法的人 就会显露出来了 这个不法的隐移 就是一个隐藏的力量 犯罪的力量 其实现在不断犯罪 越来越严重 很多很多离世大谱的罪 其中一样 现在的AI可以扮人 可以扮你 而且他可以录到你的声音 录到你的声音之后 用方式扮你 就向人投助了 哎呀我现在被人捉住了 你快点存多少钱 到哪个银行户口了 他可以这样做的 这些都是一些带来很大的欺骗 就是这个不法的隐移 越来越严重了 但一个难阻 这个难阻是什么呢 圣经没有说到 可能就是神的计划 神的命定 在那个时候才除去 那时候 然后敌基督才出现 没有耶稣批准 敌基督不可以出现 然后耶稣亲自用口中的气 灭绝他 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 那就是耶稣亲自去处理他 亲自去灭绝他 那就是说 看回上下文 这个经文大家看到是 帕洛斯亚 当保罗 在这个贴撒尼加 后书二章一节 八节都说到 帕洛斯亚 主耶稣降临 他应该是说同一样东西 就是告诉我们 耶稣降临帕洛斯亚 然后我们聚集 就是说 我们什么时候聚集呢 就是耶稣用降临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那这个什么时候呢 敌基督活跃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 就是大灾难后 基督亲自用降临的荣光废掉敌基督 就是说在大灾难之后 敌基督才被耶稣废掉 我们然后聚集 所以就在大灾难之后被提 你不可以这么说 普罗一次被提一次聚集 不会的 被提便是聚集 我们就在《贴撒尼加前诗四章》说到 我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要永远与主同一齐 所以这个聚集 就是被提 所以被提 就是在主耶稣降临 用荣光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就是大灾难之后 这个第一个要点 就是我所说的 第二个要点 保罗和众基督徒復活的时候被提的时候 是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大灾难之后 就是保罗和众圣徒復活的时候 就是死被得性吞灭的 我们现在看看两段的经文 首先贴前四章十五节开始 这段经文说到被提 我们一起读 我们这活着还传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再那 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女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活着还传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你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这里讲到我们活着还传留的人 就是当时的基督徒 等到主降临 这个降临也是帕鲁斯亚来的 那个字的 等到主降临的时候 就是保罗这几段经文 都用到帕鲁斯亚 就是他讲同一个事件 不会讲不同的事件 我们营救全流到主降临 回来的时候 不会先过那些碎了的基督徒 就是那些其实埋葬了 死了埋葬的基督徒 那些死了的基督徒 我们不会先过他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降临下来 他会从天降下来 然后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长的声音 一起发出 然后有神的号 一会我们也留意 在三段经文也有说到号 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徒死了的人 必先复活 那些死了的复活 然后我们这活着还传留的人 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魂女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你留意这个经文 和之前的经文 和稍后的经文 都是有个我们的 大家留意看一看 我们回到前面的经文 贴上来家后书二章一节 我们主耶稣 基督降临 和我们到头的聚集 其实全部都是保来有份的 我们保来有份 在主耶稣降临 废掉地基督的时候 他聚集 是我们 即是保来有份 然后这里又是有份的 以后我们活着还传留 当时保来活着 不过后来他也死了 所以他是属于复活的群 他也有份的 好了 这里说到发生什么事 主耶稣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有天使长的声音 有神的号吹响 然后死的人就复活了 我们一起和他一起被提在空中 一起被提了 即是死的基督徒 在坟墓出来了 然后活着基督徒 一起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 就永远和主一起了 永远和主一起 即是不会再分开 永远和主一起 然后我们就看另一个经文 《非诺比书3章20到21》 在中间那里大家看到的 可以一起读 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者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讲到耶稣降临的时候有什么发生呢 他会将我们这个悲战的身体改变形状 我们这个身体会有病 会有老 会死的 会巢皮的 会有不同的问题 这个悲战的身体 会改变形状 变成好像他荣耀的身体相似 为什么相似呢 因为我们不是神 天使都是跟神相似 不过他不是神来的 他的质地不是神的质地 是似 我们復活之后都是似 神但我们不是神的质地 始终神就是神 我们是不同的 但我们是很似他 是荣耀的身体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耶稣回来 基督徒不会再是一样的了 我们全部都变为年轻 还有有荣光的 好像耶稣荣耀的身体一样的 所以这个经文将它放在一起 贴上来前书四章十六节 我们诗经可以将不同的经文放在一起 贴上来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 这里讲到 与主相遇永远同在 同在即是已经回来 即是同在一起 那我们不会上到天上 还穿牛仔裤 好像现在这样 头发还没有生起 就是已经是全部完美了 所以贴上来前书四章 那个经文应验的时候 是我们个个都会改变形象 全部改变形象 所以我们在这里 虽然贴前四章 没有讲到改变形象 但是我们可以说 改变形象一定有发生 当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复活了 复活的时候 不是变成像以前那样 又老了 临死的时候 又老了 又病了 有不同的问题 他不会这样复活的 一复活的时候 已经充满荣光了 然后那些活着又会一起改变 一起被提在空中语著相遇 所以我们可以 去达到结论 当我们被提的时候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的 是将来荣耀的身体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我们看 临前十五章五月二节 一起读这个经文 就是讲到 这个死被得性吞灭的经文 就在一撒时 闭眼之间 浩童活次吹响的时候 因浩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成为不那为的 我们也要改变 这必那为的 总要变成不那为的 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这必那为的既变成不那为的 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 哪时经上所记 死被得性吞灭的话 就应严了 这个宝来又有我们 我特意要绿色给大家看到 我们 在浩童一撒时习眼之间 是突然间吞一声的 应该是不超过一秒的 一撒时 吞一声 浩童活次吹响 这里很清楚说浩童活次吹响 因为我们看一段才讲到浩童 不过这里又讲到浩童 浩童要响 死人要复活 复活的时候呢 变成不那坏 那我们呢 他当他自己都是活着 我们都改变了 这个是扭坏的 就是我们身体会坏的 会病的 会老的 会残的 会巢皮的 就会变成不巢皮的 不扭坏的 必死的变为不死 那时候 圣经应验什么经文呢 死被得性吞灭 就是死亡再不存在 被吞灭 在得性中被吞灭 就像被人吃了一样 而在耶稣的得性中把他吃了 也就是说 再没有死亡 基督徒不会再死了 这个很明显的解释 基督徒不会再死 大灾难基督徒是会死的 启示六十三章十五节 又有权并至及他 叫寿像有生气 并且能说话 又叫所有不拜寿像的人都被杀害 即是在大灾难时期 基督徒是会被杀死的 所以死被得性吞灭 即是不再有死亡 基督徒复活了 改变形象了 不再有死亡 好了 这两段经文非常重要 因为有些共通的地方 我将它放在一起 这两段经文 讲到前书十五章 和贴前四章十六节 这段经文 讲到什么呢 蝗筒活切吹响 下面又有蝗筒吹响 大家看到红色那边 复活 下面又有复活 保罗会复活多少次呢 保罗会复活了 被提 我又回来死过又再复活过 是不可能的 保罗会否改变一次 变成充满荣耀 又变回 会扭坏的 又再复活过 改变过是不会的 它是会复活一次 改变一次 所以这个经文讲到 保罗都有份 我们 我们都要改变 所以保罗有份 在临田十五章 保罗有份的 我们都要改变 我们都要复活 它复活 改变 而在贴前四章十六节 亦都讲到复活 我们先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有一节 就让我们看得到 耶稣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会改变的 好像主荣耀的身体 相似的 所以两段经文都讲到复活 而且下一段经文就是暗示 会改变形象 还有其他相似的地方 就是有河童 也是相似的 所以这两段经文 是否同时应验呢 问题就是这样 保罗会复活两次呢 不会的 它没有可能复活两次的 它会改变两次呢 不会的 所以这两段经文同时应验 所以被提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就是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这两段经文 都是讲到保罗复活 保罗复活死就被得性吞灭 所以在贴上人家前书 讲到它复活改变形象 被提与主相遇 一起与主永远同在 那时候呢 即是死亡已经被得性吞灭 再没有死亡 已经得性了 吞了 吞小了 再没有死亡 大灾难是有死亡的 基督徒有死亡的 而那时候 直接没有死亡这件事 即是不存在 没有死亡 所以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二个要点 第三个要点呢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徒被提在 末次号统 而末次号统在大灾难之后 首先讲到这个号统 就是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有讲到灾难一过去 耶稣讲到这个灾难是 之前没有之后没有的 然后这个灾难过后 三十节 万族都要哀哭 一起读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魂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统的大声 将他的属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雅边都招聚了来 这个讲到就是 他可能一过去 其实之前有一句 我没有放下去 因为空间的问题 就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 就是人子降临的兆头 已经显在天上 那些人看到就哭了 哇 原来耶稣真的是救主来的 哎呀 我们没有信耶稣太迟了 他们很害怕 他们就哭了 然后他们就会看见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魂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统的大声 也都讲到这个号统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 从天者边到天雅边都招聚了来 有些人说选民就是犹太人 其实圣经在保罗讲到不同的地方 都有讲到基督徒是选民 既是神的选民 圣结无爱的人 他写信给外邦的信徒 他都有讲到他们是选民 所以我们都是选民 那就是讲到有什么发生呢 灾难过去 那些人看到耶稣回来 就很害怕了 就哭了 就体现人子降临 然后天使就用号统的声音 将他的选民从四方招聚了来 就是耶稣在世上侍奉的时候 保罗是未曾信耶稣的 是当耶稣升了天之后 后来他逼迫基督徒 他逼迫基督徒 然后他在大马式的路上信耶稣 但是他信耶稣 他一定会学习耶稣的东西 他没有理由不学习 当时的信徒 大家都认识耶稣所做的事 他们一定会认识 他都会听到他们所说的说话 也当他看到福音书的时候 他都知道 在耶稣回来的时候 是有号统的响声的 号统这个字 在原文上有写的 Selpeaks 就是希腊文原文篇号4536 我们看到在两段经文 都有提到号统 临前15章52节 先说到临前15章52节 号统活次吹响的时候 復活 死被得性吞灭 和贴前4章16节 主降临 然后神的号吹响 然后基督徒復活 然后被提 是同一的事件 同时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改变营养一次 所以这两段经文是同时发生的 保罗会不会听过 耶稣说的号统呢 即他没有亲自听 不过他会不会知道这件事呢 他一定会知道 他没有理由不知道 他这么一个仕途 没有理由不知道 耶稣说的东西 他也曾经说 他也说了耶稣 施比受更为有福 他知道耶稣说过什么道 好了 第一 就是说保罗一定知道 耶稣说这个字 所以他说这个号统的时候 他不会说另一种号统 现在他不是他说 是神教他的 神启示 他写圣经是神启示的 所以神启示他 一定是和这个号统一样的 第一 他已经知道耶稣这个号统 如果不是耶稣的号统 保罗会怎么说呢 他说我这个号统不是耶稣的号统 神启示我有另一个号统 有号统A 就是耶稣的号统B 就是我那个 他应该要澄清一下 不是人们以为是同一个号统 这是第一的说法 第二 在耶稣降临会不会有两种号统呢 这是第二个思想 会不会被提前 不是在灾难之前 那个号统就不同声音的 不同的A 耶稣降临就是号统B 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要到时有两个不同的号统呢 所以这些号统都是同一个号统 同一种号统 因为同样都是说耶稣回来的 而且我们之前都看了 我们证明这个被提的时间 现在是大灾难之后的 第一就是保罗聚集 聚集就是被提的 就是在主降临用他的荣光 废掉敌基督的时候 亦都在死被德性吞灭 所以都是大灾难之后的 而在马太亦都说到大灾难之后 所以其实全部都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这个号统 和保罗所说的号统是一样的 好了 但有一点很重要 临前15章52节 号统没次出行 他这里是说明 没次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呢 以后再没有 以后再没有 马太的号统之前有什么发生呢 大灾难 马太的号统会不会辞过 过不过前书15章的号统 不会 因为临前15章是最后的号统 没次号统 所以马太的号统不会辞过他 应该是同一时间 从根据经文是同一时间的 而在耶稣的号统之前 已经有大灾难了 所以保罗所说的这个没次号统之前都有大灾难 我再说一次 如果大家 因为你未必像我那样熟悉这些经文 因为我看这些经文很多次 反反复复每一个字研究才能达到这个结论 因为很熟悉 你未必那么熟悉的时候 你重听重听 你看回就可以自己判断了 所以我要把这三段经文放在一起 马太24章说到大灾难之后 主荣耀降临 号统招聚选民 由临前15章说到没次号统 又有复活 改变形象 变成不死的 还有死被得性吞灭 然后贴前 主降临 有号统 有复活 以及被提与主同在 因为复活 保罗只能够复活一次 所以两段经文仍然是同时的 而因为临前15章这个是没次号统 所以马太24章那个号统 不会迟过它 因为最后的号统 就是最后再没有号统了 所以之前已经有大灾难 所以没次号统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没次号统是证实 基督徒被提是大灾难之后 接着第四点 就是马太29章和路加17章 都说到两个人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是说到突然发生的 还有在大灾难之后 我们看看这些经文 马太24章29章 马太日子的灾难一过去 我们之前看过这个29章 39章 就说到罗艾日子怎样 人子降临都是怎样 他说不知不觉洪水来尿把他们全都冲去 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他们不知不觉的时候 这个灾难就来了 人子降临忽然间降临 他们以前洪水未准备好 现在也未准备好 人子降临 即是说在大灾难之后 耶稣回来 那些人没有准备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两个人在田里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 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然后呢 在路加呼音中又说这件事 他再加了一件事 他说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床上 要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在床上睡觉 两个女人推磨 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有两个人在田里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那神有一次被我 噔一声 忽然间体会了一件事 在床上忽然间拿走一个 即是很突然 因为有些人就说 这个不是被提的 这些人被耶稣接纳 那些人被拒绝 即是他说这个普遍 是一个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 即是一个普遍的事情 普遍事情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不信耶稣被撇下 即是说普遍 但经文我们看到 是一下子发生 为什么在床上 说明睡觉 忽然间一个被提 很明显是一个很突然的情况 是人都想不到的情况 忽然间这个人就被提了 那剩下那个 这一节经文 令到我忽然间醒觉 这是一个很突然的状况 然后就有些人在推磨 又是拿去一个 剩下一个 田里面又取了一个 撇下一个 因为一个床上 令到我知觉到 这是一个很突然的事情 是在睡觉 不是说普遍 他有没有信耶稣 普遍就是信耶稣得永生 不信耶稣被撇下 但这里很明显是说了一个很突然的状况 什么时候发生呢 马太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是大灾难之后 好像人子降临 洪水来到 然后接着人 一声 取一个撇一个 所以这个是说到被提 因为有些人是否认这个被提 为什么呢 因为上文很清楚说到大灾难 结束了 所以他们不想接受是大灾难之后 所以他们就否认这个被提 他们就说这个是一个 立即说他信耶稣 是否能够救 但我从这里 在床上证实这是一个突然发生的事 是人没有预备好的 在这个时候 就取了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由这个经文我们看到 被提是在大灾难之后 接着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在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 说到耶稣回来降临 善博和恶博 在号同响声的时候 同时见到主荣耀中降临 善博没有预先被提 善博没有在灾前被提 就是他们没有之前消失了 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九节说到灾难一过去 然后主降临 狼的日子在三十七节 狼的日子在人子降临 都是这样的 由两个人在田里取了一个撇了一个 接着四十五节就说下去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有福了 恶博就不听话了 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就有福了 恶博就要重重处置他 定他和假无为善的人同罪 就在那里哀哭似似 这就是落地狱了 所以这里讲到恶博善博 一起见到耶稣回来 接着马太二十五章 其实马太二十五章三个比喻都是同时的 第一个比喻我没有写出来 十童女的比喻 五个聪明五个愚蠢 愚蠢没有预备好 是同时见到主人回来的 这个新郎回来的 接着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比喻 那个按财官受审判 五千二千一千的牧人一起见到主人 一起就要交仗了 由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更加清楚 他将马太二十四章和二十四章连在一起 因为为什么 他说人只在他荣耀中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这个是说回马太二十四章 说到耶稣回来 在荣耀中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 所以是说回同样东西 然后万民就聚在他面前 就向右边说 你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预备的国 左边就被奏作的 进入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 这里可以看到 基督徒和非基督徒 同时见到耶稣回来 他们并没有预先被提 耶稣回来了 然后好像洪水一样 有些准备好 有些未准备好 这个图就是将几段经文说出来的 第一就是贴侯 贴侯于一后书二章 有尼道反教 有敌基督出现 然后主降临 耶稣降临就废掉敌基督 改变他也没有说 不过因为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 说到主降临我们就会改变 所以与主聚集 一定会改变 改变然后与主聚集 是改变才聚集的 意思是说 耶稣回来了 接着我们就改变了 然后升到上天 就不是说 还穿着牛仔裤 还是光头 还是病 还是裙腿 接着升到上天上 又一声变 丁凯復活的时候 一声就改变 然后就与主聚集 那贴前的次序是什么呢 主降临 有神的号吹响 然后復活 然后与耶稣一齐 永远同在 都是会改变 就被提了 就永远与主一齐 接着临前十五章 就是主降临 这里没有说主降临 所以我们的括弧 还有整灰色了 有抹刺浩童 然后就会復活 死被得性吞灭 然后我们就改变 这里有讲到改变的 马太 我们就讲到大灾乱之后 主降临有号童 招聚的人 他没有说到復活 不过应该是有復活的 然后就改变形象 他也没有说到 然后取了一个 撇了一个 然后聚集绵羊 绵羊就得到祝福 山羊就被懲罰 所以这里看到什么呢 第一 就是第一行那里 与主聚集 与主聚集就是 在主降临废掉敌基督 所以就是大灾乱之后 我现在这个图重复那五点 第二点 就是死被得性吞灭 就是被提的时间 因为这两段经文 贴前和临前是同时应验的 我们先说到他复活 不能复活两次 所以是同时应验 所以他被提是死被得性吞灭 死被得性吞灭 就是过了大灾难 因为大灾难 基督徒会死 但在大灾难之后 耶稣回来 就不再死了 所以死被得性吞灭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号筒 号筒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临前 第三行十五章 有末次号筒 马太福音下面也有说到号筒 而号筒之前是大灾难之后 即是马太的号筒 不会辞过他的 所以末次号筒 之前一定有大灾难 这是第三点 就是末次号筒 末次号筒 一定是大灾难之后 取消一个 譬如我这里 我的图没有显示到 第四点就是马太福音那里 聚集绵羊和山羊 即是基督徒是同事 去面对神 基督徒并没有预先被提 没有在灾前被提 接着我现在将他重点总括出来 第一 保罗和众基督徒与主聚集 是在主降临废尿敌基督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所以在大灾难之后 我们和他聚集 第二 就是保罗和众基督復活被提的时候 在死被得性吞灭的时候 是在大灾难之后 死不再有死亡 一定是在大灾难之后 第三 保罗和众基督徒被提在末次号筒 是在大灾难之后 这个末次号筒 因为马太的号筒 不会迟过他 所以他们被提的时间 在末次号筒 之前一定已经有大灾难了 第四就是 两个人取一个撇一个 尤其在床上 是说到一个突然发生的事 不是说到长期的被拒绝 而是说到一个突然一下子 有些人被接去 有些人被撇下 所以这是说到被提的时间 第五就是 耶稣回来的时候 号筒响的时候 善伏和恶伏一起面对神 善伏并没有预先被提的 我今次说 基督徒被提在大灾难之后 很多人听到第一个反应就是 死了很害怕很害怕 但是为什么我不害怕呢 我也有害怕的 不过我知道神会保守 那为什么不害怕呢 我解释给你听 从整本圣经我们看到 神是充满恩典 和慈爱和大能 就是神会说 你的子民 我先租资一下你 让他们 找一个大灾难去压一下你 伤一下你 神不会这样的 神一定有他的目的 但是到底大灾难的目的是什么呢 圣经没有清楚说 首先大灾难是神安排的 为什么呢 七印就是基督开始的 七号 七雷 七腕 全部是天使开始 全部都是神开始 不是魔鬼开始的 还有里面说到 诸王将他的权兵给了这个兽 应验神的旨要 这个权兵给了兽 是应验神的旨要 神有个目的 我读目的是什么呢 这是我猜测 圣经没有说的 从圣经的教导猜测 因为在现今的时代 或者任何时代 基督徒都可以依靠神 同时依靠钱 同时依靠自己的财干 同时依靠人 人是会这样的 但是到大灾难是没得选择 为什么呢 在那时 除非你拜兽和受受印记 但是第三位天使 飞在空中的时候 他就说 谁人拜兽或者受受受印记 他就躺在这个火湖里面 所以是没得救的 基督徒不可以拜兽 不可以受受印记 所以基督徒是要预备好 不能够去到那时 我受受受印记 以后我悔改了 是不可以的 因为圣经是清楚说到的 在启示录 已经清楚说到的 所以 基督徒不可以拜 那为什么有食物呢 没有食物 没有水喝 很快就死了 所以神一定有方法帮助 这个就是我的结论 神不会说 基督徒全部饿死了 现在没有 但是在启示录的过程 有些人说 启示录里面 没有讲教会 中间没有讲教会 但其实有讲圣徒多次的 帝兴圣的他 是因为羔羊的血 和他所见证的道 和圣徒的祷告 好像香来到神面前 圣经是多次启示录 多次讲到圣徒的 所以 这个并不支持 在启示录的中间 圣徒是被提的 其实我是有另外的回应 那些灾前被提的人的回应 不过现在时间关系 我就不再讲那些先了 不过让我们看得到 神是掌权 神是慈爱 和耶稣有说一句说话 你受逼迫的时候 你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 不用想什么 到时圣灵会教你 即是说 到时圣灵会跟我们讲话 就会告诉我们 你现在如何回答 如果他会教我们 怎么回答 他也会教我们 如何逃避灾难 不会说你现在走到那里 然后被人捉住 全部的基督徒都杀死了 他一定会通知我们 还有你怎么有食物呢 几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 好像波西上西纳山 不用吃的 就是你慢着祈祷 因为当时基督徒 没有工做的了 不用做的了 不过如果你找到一个地方 敌基督徒没有在 你可以耕种的 可以有食物的 但是很多人是没有的 只能有什么呢 祈祷 神是会供应他 看他不会死了 一定是有基督徒 继续存在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神会带领我们 如何回应那些逼迫 都一定会教我们 如何得到食物和保护 也会保守我们的安全 我自己就很深信 在这个时候 基督徒倚靠神很多 就很大的復兴更新了 那些基督徒 不能够再倚靠人 不能够再倚靠钱 只能够倚靠神的时候 他唯一能够做的 如果他想要得救 和生存 他只能够不断的亲近神 所以我觉得 一个很大的復兴更新 就是在这个大灾难的时期 也会有人在那时候 信耶稣 因为有两个见证人 见证主三年半 另外有三个天使 在天上宣告 和一些灾难 专攻击受的国 和那些没有受神的印记的人 所以很明显看到神是作供的 所以这些时间 都是一个神 彰显祂的荣耀和能力的时候 那么那些信 灾前被提的人 所说的证据是什么呢 他们通常来说是说什么呢 在启示录中间 基督徒已经被提了 在天空了 但我就会说 之前已经说到 末后的日子 这个第六日已经说到 世上的君王神宰 就捐到那些山那里 叫那些岩石倒在他身上 躲避着寶座者和羔羊的愤怒 的大日到了 即是说明是那天来到 所以启示录是重复讲世的每日 是重复讲世的 并不是信时间次序 有些信时间次序 但是有些不是信时间次序 好像若翰见到一个异象 接着又见到第二个异象 又见到第三个异象 所以有不同的异象 不是一定信时间次序的 所以如果有人说启示录7章9至14节 说到有很多人从各国 各族 各民各方 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如果他们说这些人是大灾难之前 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 因为在启示录7章9节之前 在启示录6章12节 已经说到第六印的时候 地上的君王和所有人 就向山和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 来躲避寶座者的面目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 愤怒的大日原文是单数的 即是说那是审判的日子 即是说他们已经要面对审判的日子 所以在启示录7章9节之前 已经说到审判的日子 所以不能说启示录7章9至14节 就是灾难前被提的 并且在启示录7章14节 中文翻译是说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 其实在原文 只是说是从大患难出来 其实原文并没有这个中字的 所以这句经文应该是 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出来的 意思是他们经过大患难 然后出来 所以他们是经历过大灾难 并不是在灾难之前被提的 有些人就说 《啟事六七封书信》其中有讲话 在普天人受试炼的时候 我叫你免去试炼 这个能否有证明被提呢? 神可以用很多方法 神可以跟我们说话 跟着保守我们 可以脱离灾难的 不是一定被提的 我们不能够由间接的经文就说 即是灾前被提 不能够 只能够由清楚的经文 我正在说那些经文 全部清楚地说到耶稣回来的 所以用识经的方法达到这个结论 很可惜就是我见到 很多网上的资料 都是讲到灾前被提 在英文的资料 都有若干人 是讲出圣经没有支持灾前被提的 但在中文资料里面 我真的找不到 我现在找不到 所以我自己觉得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为什么呢? 想预备多些基督徒 站得稳 我的心不是跟人斗过 不是跟他斗过 谁是对的 我是想多些基督徒 怎样多些亲近神 从神得力 在大灾难一定要从神得力 如果不从神得力 大灾难站不稳 还有怎样留意圣灵感动我们资罪 留意圣灵感动我们回应神的话语 回应神的感动 因为到时就是圣灵会感动我们 有些人说这个不是圣灵的声音 是魔鬼的声音 它分辨不了 但我们留意关外之一 神教我们做的事是符圣经的 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是帮助我们灵命的 那些是神的声音 神的带领 有些人是收到意念的 不一定收到声音 有些人是收到声音的 所以我希望这个信息给大家 能够去研究这件事 查考这件事 你可以看回 在Facebook已经立即直播了 可以看回 还有希望大家将这个消息 传给一些人去研究 不过你会发觉很多人 信开是很难改变的 但我们真是求主联盟 叫神的教会预备好 我们一起起身祷告一下 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是掌权的 一切都在你的手中 我们看到初期教会受逼迫的时候 反而他们很刚强 反而他们站得稳 反而他们为主作美好见证 并且努力传扬呼音 教会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是很大的增长 但在一个后来 一个安舒的日子的时候 教会就失了力量 很多基督徒就变得不冷不热 求主怜悯 叫我们知道我们随时 都需要预备凝见主耶稣 叫我们查考圣经 去分辨圣经 不要用人的传统去教导 而是用圣经的华语去教导 从圣经去找出神的计划 神的恩典 神的方法 求主施恩 感动那些 本来自己都不肯定 为什么会信被提的时间 都用时间去查考圣经 去找一下圣经说什么 求主亲自带领我们 让我们有谦卑的心 用正义分解圣经的话语 不要按着人的心意 因为你的话语解开就有亮光 就赐给我们恩典 多谢天父赞美天父 主带领我们感动 我们祈祷 奉主耶稣圣明 阿们